葉芳是一個很迷人的女人 她的迷人除了人迷人 她的夢想很迷人 我一直在想 我要怎麼形容她 她應該是仙女 但是是一個不願意下凡的仙女 但是她的夢 卻又要想給凡間的人看 那麼這個仙女她旁邊就會需要有很多 她會有很多神仙 也會有很多的天使 當然也會有凡人 那麼她這一次的這個展覽 確實是很多的神仙 天使跟凡人 努力幫她去實現的 所以她雖然是個天女 她沒有下凡 但是我們今天卻可以在凡間看到一個仙境 那麼這邊有很多神仙跟天使 我要好好感謝 當然首先要感謝的 除了藝術教本身 謝謝你 這麼愛做夢 那麼也真的很傻的去堅持 那你當傻瓜 還好旁邊也有很多傻瓜 所以你的這個堅持是對的 那麼神仙當這個使館長 使館長以及館內的 這個這一次在執行過程中幫忙的 這個像瑞芬 維庭 還有施安 當然還有很多管理的同仁 他們非常努力的幫忙 特別要謝謝這個 從北京來的這個著名的策展人 這個方正寧先生 還有從上海來的這個也是著名的策展人 向瑞芬、小琪 他們對於葉芳的認識說不定比我們還多 為什麼呢 待會兒我們會留到座談會的時候 再拜託他們來跟我們好好的分享 他們所認識的葉芳 因為葉芳過去在大陸反而辦過比較多次的展覽 他們兩位都是在那過程中曾經幫助他的這個聖仙 那麼當然我們剛剛也聽到了 首都跟應該是首都藝術中心 蕭耀先生也很幫忙 還有天使美術館的賴立如小姐 賴館長 他也是這一次很多的協助 讓葉芳的這個夢想可以能夠這樣子完成 我並不是在做感謝詞 我其實確實在說明葉芳這個夢想背後結合了很多人的想法 我也不知道是葉芳讓別人去實現他的想法 還是這些人的想法其實成為葉芳的夢想 我們待會看作品或許也就會知道 他能夠把柯喜姐老師跟他美麗的夫人 凡傑喜老師 他們的這個攝影舞蹈的這個元素 也能夠放到我們這次的展覽裡頭 我相信這也是使得他的這個作品 他具有很豐富的多元性的一個特色 另外我們待會看作品會看到 有的作品是由也是大師級的朋友創作的音樂 比如說許柏雲老師 還有黃海明老師 他們的作品也都有在這次的作品之中去結合 我所看到的大概都是神仙跟前世的這個幫忙 當然還有很多在布展期間也來幫忙的 像普羅華志還有很多藝術家也都來幫忙 不過我想我在這個地方並不是要一一來做感謝 那凡人還是有人來幫忙 我就是那個凡人 做後台工作的人其實就凡人 本來是不該到前面來分享神仙的世界的美意的 不過我想有必要代表葉芳在這個地方感謝大家 不過作為一個策展人在這個有限時間 我還是有一個義務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葉芳真的了不起 我想她作為一個學過美術的人 她在過去的工作確實都是在機構裡頭上班 但是在她生命中已經不見得在需要在這些機構工作之後 她就可以說是 那個叫做破湖承州 整個投入到藝術創作 我最初認識的葉芳事實上是博物館的工作者 博物館的人 我其實當時完全都沒有想到葉芳是藝術家 但是在我這幾年我看到的葉芳就是藝術家 那麼她為了作為一個藝術家 我必須講她犧牲很多 她犧牲掉現實生活裡頭很多的好處 那麼幾乎把她現實上所有的資源 全部投注到她這幾年的創作裡面來 那麼過去這些人我得到的訊息就是 她藝術家就是在中國大陸的某個城市正在看展覽 比如說我們知道在北京的這種今日美術館 還有在很多地方她辦得到展覽 好像藍京也去過 那麼在世界到處在跑 她在追夢也在讓夢在追著她 那麼直到這一兩年她得到使館長的支持 能夠有機會在黨代館做這個車展 其實一開始我們認為雖然這是一個小的空間 但是我們並沒有把握可以做出來 因為葉芳的作品非常形而上 那這個形而上要在形而下的世界裡頭去完成是不容易的 但是這次這個天馬 不是天馬 是行空城市 最初我讀不懂 不過我後來想一想 因為這個題目是她自己訂的 行空城市其實前面接著人家天馬行空 但是她不是天馬 我剛說她是仙女 所以她是天女行空 行空城市 所以我想到她是天女的時候 我就想說過去我在法國的時候曾經看到人家在媒體上稱讚我們的潘傑西老師跳舞的時候說 恥女只有天上有 那這次我也要把這樣的讚美來 讓我來讚美我們的葉芳 恥女只有天上有 那麼我這個絕對不是過欲之詞 各位待會可以看她的作品 我除了請各位今天去看這作品之外 我會請各位在別的日子 在比較不需要跟很多人寒暄打照顧的時候 你自己安安靜靜地自己醒來那個環境 我想那會幫助你除了看到葉芳之外 也看到了我們自己失落已久的自我 謝謝